西来攘往的新银座三丁木 寸土寸金的地段 环似着高级商办和国际品牌旗舰店 水泥丛林中刚刚迎来一块绿地 2018年8月才刚开放的银座Sony Park 它是一个品牌枢纽 一个互动体验空间 更是一个彻底改变营作地貌的都市公园 除了价格标签的植物盆栽 让人怀疑Sony为何要做盆栽生意 导览人员说 喜欢的盆栽欢迎你买回家 所得全数用来绿化和维持公共空间 而且植栽的流动 不仅可让公园增添样貌 更代表Sony这个企业不断地创新 生生不息 而这样的意识形态 也巧妙体现在产品线上 在欧洲拥有广大市战略的Sony 强在苹果年度发表会之前 在2018年柏林消费性电子展推出全新旗舰机种 行动通讯强者发表新机原属常态 但这支最新旗舰机对Sony来说 意义远不止如此 移动通讯市场的拥挤 让Sony在寻找产品定位上走得辛苦 高价机种由市场霸主苹果 低阶市场主打价格战 中高阶品牌反而容易在价格和性能的平衡上 迷失核心价值 因此Sony移动通讯公司 新任总裁岸田光栽 接下手机产品部门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先彻底人事换血 我提起了我的手机来 当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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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明月的发生 后来我改变全系统织 所有人新的新人 新的新体现象 我们想要转弃和转弃 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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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真的想要改變環境 而能夠強化產品 SONY在消費性產品市場 全寄託於智慧手機 可以想像舉手自建 當SONY移動總裁 需要多大的勇氣 1983年進入SONY集團的岸田光災 從在秋葉園買SONY產品開始做起 也許正是街頭第一手接觸消費者的經驗 還有後來進入製造部門 在生產線上的專業 SONY新旗艦機種 變得更軟軟且更直覺 一改以往缺乏互聯網思維 埋頭專注機械與工藝設計的僵硬 把用戶需求思考進來 加入了人工智慧和深度學習 我認為我們需要強化 我們要強化我們的商品 做成為非常有優雅的方式 產品 我們必須學習很大 從現場的商品 因為他們都很激烈 他們都很速度 他們都很速度 我們必須學習 從他們 AI 不是技術的技術 我相信 我相信 Sony 必須使用AI 去增加客的經驗 而且 我確實 我們可以增加很多領域 所以 今次我們討論 它們會 做得更容易 讓客人使用 和我們的攝影機 所以我們會更增加 很多的用戶經驗 在專訪岸田總裁的過程中 我們數度提及 對手品牌的優劣比較 也許是日本企業 慣有的內斂低調 也許是Sony 寧可堅持信仰 不輕易參戰 岸田總裁 不批評對手 來為自家產品 塗脂抹粉 畢竟終端產品 例如手機 並非Sony唯一的競爭力 既然B2C走到了瓶頸 B2B或甚至B2B2C的商業模式 何嘗不是成長的動能 Sony的電池 相機鏡頭 聲音產品等 向來獨霸全球 蘋果就是採用Sony的感光元件 幾乎壟斷智慧手機的鏡頭供應鏈 雖然從消費性產品拒破 要轉身成為零件工藝商 勢必充滿掙扎 但從Sony 以步步分割集團業務 消費性產品 只留下手機和遊戲來看 轉型的布局早就已經開始